在三级警戒范围真的要请大家 真的要好好配合防疫措施 虽然很多人都已经快闷不住 像是景点跟夜市涌现人潮 还有人是直接搭游艇出海 在船上也都没有戴好口罩 甚至是玩起了水上摩托车 对此游艇业者表示 他们是为了解封后的旅游行程 在进行探勘 路线都有经过申请 不是出游 但他们没有戴口罩也明显违规 全案经观光局表示 正在依法进行调查 也会依法开罚 搭上游艇出海 仔细一看船上八个人 统统没戴口罩近距离交谈 还有人下水 带完水上摩托车 似乎把防疫远远抛在脑后 这里是知名戏水圣地白沙湾 上周末有民众看见 一群人搭乘游艇出海 离谱的是船上所有人都没戴口罩 遭到检举 只以违反规定 不过业者声称 游艇出海是为了探勘解封后 相关旅游行程 而且都有向港口安检索提出申请 对本市民众检举案件 将收整相关市政 以警驻管机关采取 配合疫情三级警戒 目前已封闭到7月12日 另外本处白沙湾水域 除了游泳 冲浪 冲浪版独木轴等非动力 水域游戏活动之外 禁止其他的动力型的游戏活动 观光局说白沙湾禁止动力型水域活动 加上照片中人确实都没戴口罩 会进一步调查违规细节 并依法开罚 也呼吁民众别心存侥幸 配合防疫到最后关头 接下来这条新北市报道